第35題 乘第33題 后来科学家又从同一高度在真空中自由落下一羽毛 当时没有其他外力影响 请问羽毛从放手到落地需花几秒 这个我们老师上课强调过也看过影片 在真空中落下没有受到外力影响的时候 不管东西的轻重 从同一个高度呢会同时着地的 所以呢前面呢花了三秒钟着地 那么硬币花三秒钟 羽毛也是花三秒钟 第35题 请问我们说 请问羽毛从放手到落地需花几秒 我们答案选的是C 3秒